超出其他同龄人的那种严格 当时完全理解不了 父母和孩子 真的有效沟通前提是理性 父母要学会把权力 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那你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不能只是道听途说 用心陪伴跟孩子一起成长 00后的世界 江苏教育频道成长栏目 为您讲述 打开扇窗成长不烦恼 欢迎收看今天的成长 我是主持人徐平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 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专家 马永老师 你好 马老师 你好 挺好 前段时间 以00后为主角的 一部纪录片电影 00后在国内小范围的上映 其实早在2017年 同班底拍摄制作的 系列纪录片 已经在央视播出了 同样也叫00后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 这部片子来聊一聊 00后是国内第一部 连续十年跟踪 00后孩子成长的 系列纪录片 记录了几个北京的孩子 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 点滴生活 十年过去 时间改变了孩子们的外貌 赋予了他们独立的思想 也带来了很多家庭 都会面临的问题 个性与制度 应试与素质 亲子关系 二胎等等 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 都是不可复制的 纪录片浓缩 记录片浓缩十年影像 将这些生活碎片缝合起来 打造出一面镜子 引发观众思考 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两位 南京00后 有请两位 陈奕飞 2002年出生于南京 曾经就读于金陵中学国际班 明年1月即将奔赴非洲的思维士兰 进行为期一年的高中课程学习 并计划申请国外的大学 曹龙岩 2002年出生于南京 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高二年级 正在为两年后的高考做准备 主持人好 南老师好 两位好 你们俩这纪录片都看了吗 看了 看完之后最感慨的是什么 从这些纪录片的孩子当中 就是包括他们和父母 和同学之间的交流 有的时候也能看到 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吧 所以也挺怀念的 其实我看纪录片子 除了关注我自己 就是我会看到身边 各式各样的家长 包括我们的父母辈 他们在对待我们这一代人 对待00后的教育方式上 其实在这部片子中 也是有很多可以体现的 这部纪录片展现了 曾在北京一所幼儿园 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的故事 每个孩子的故事 既有代表性也有个性 面对新生命 家长们展现出的焦虑 具有共同性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 自己的生活还没过够呢 还不想那个 完全换种新的生活方式呢 处理每天四页 英语每天半小时 你先把别的东西准备好了以后 你才能试自己的时间 这样啊 做完了 你只要不要暴跳如雷的 或者能够容忍的 它会很好地发展 它的物质的那一部分 作业哪怕晚一点 那它如果正在做实验的状态 我都全力以赴地支持它 不去打扰它 反对的发展绿的好看 我就希望早一点撒手 但是如果说完全不管的话 由于心不忍 从这个片子来看 西坤和浩天的父母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 我觉得是 想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做一个明确的 教育方针的制定 做一个定型 父母他们面临着一些 共同的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放手的问题 对吧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 对你们来说 相对是属于放手的状态 还是抓得比较紧的状态呢 我小的时候 我父母对我有些方面 特别的严格 就是超出其他同龄人的那种严格 当时完全理解不了 比如说就是吃零食 打游戏 然后就是跟人说话的这种礼貌 但是有的方面就是又 就是显得很宽泛 就是当我的同龄人 因为在小时候去参加各种兴趣班 或者在小学的时候去学 不习惯学校术之后 这方面反而又特别地宽松 我妈妈的话 她其实从我一开始 就并没有对我有太过于严苛的要求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 我妈妈是一个更加重视自己的生活 自己私人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就记得 当时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我妈妈就是经常就是说不在家 因为我们当小学老师 很喜欢让我们家长过去签字 检查作业 我妈妈在我小学的时候 从来没有检查过我一次作业 因为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比较年轻 自己还是个孩子 然后就生孩子了 所以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他未来的一些打算什么的 还是比较懵懂的在那个时候 当时就是他在那个 就是东方红义幼上的幼儿园 可以就是幼招嘛 上那个吴老村 我都没让他上 然后因为我们搬到牧学院来了 然后在牧学院上了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小学 那马老师你是属于那种父亲 是属于放手的多的 还是管得多的 我没有管 但我也没有放手 我是陪伴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 我们讲的这种 父母对孩子的焦虑 从孩子一生下来开始 有些家长就会 过度地倾注自己很多的 个人化的需求的教育目标 在这个孩子身上 造成一些冲突 然后有的家长就会 他会学习 他会成长 他又会看到一些教训的案例 然后他就选择另一个方式 就是完全让孩子自由成长 但我其实觉得这个都是不足够好的 他如果说对你有一些依赖 说妈妈你带我去吃个饭吧 妈妈这东西我不懂 你教我一下 这个时候不能以自由成长和放手为名 就是在那么小的时候 就让他承担一个成年人 所以应该承担的全部的责任 但是如果他此时此刻特别想自己思考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想自己去管理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放手 所以我建议的其实是 每时每分的在陪伴当中 动态地观察 他当下的需求是 希望你去给予帮助 还是希望你给他一个空间 孩子进入小学 中学 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更为突出 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的孩子 不同的家长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你这儿写什么呢 我说你这儿写什么 这儿写什么呀 你有什么关系啊 每回他一跟我发脾气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瞬间就灰暗了 说起来有点顺其自然 好像感觉体制外会冒更大的风险 从风险的角度来说 可能体制内是基本上能 可能能看得见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方向 可能偏差不会特别的大 我还是更适合传统一样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国际话教育 传统话教育 我估计早就被退学了 我说日本学校教育学 质量特别高 应该是全亚洲特别高的 孩子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尤其是我妈 我觉得他很有主见 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所以他如果说他定了 那我只能确认他 你定了没有 如果说你确定了 你想去 那需要什么 你自己去努力去准备 浩天和嘉阳这两个孩子 因为父母的理念是不同的 所以他们选的是两条 截然不同的路在走 嘉阳的母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一直都是在说给孩子放手 嘉阳目前看起来也还不错 但是我总有一个感受 就是现在的父母 要么就是想要去强硬地 去干预自己的孩子 要么就是到了这种 全程听不到父母 给予他任何建议的过程 父母不敢参与 他的人生当中的 任何一个决策的建议 而我的感觉是 其实孩子遇到 重大问题的时候 如果能过来征求你的意见 和你进行讨论 这其实父母才发挥了 他自己的功能 比如说孩子原来决定去美国 然后又想去日本 这个过程当中 妈妈只说了一句 所以说她现在 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们都尊重 但是为什么不是 在这个过程中 父母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她进行了一个 小小的探讨 开了一个小小的 温馨的家庭会议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然后再让孩子做出决策呢 所以我觉得孩子 对自己的人生 进行管理的时候 很缺少父母给予的辅助 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那不知道依菲和龙岩 你们两位父母是什么样的 她一直以来 其实是非常重视 自己的生活的 但是我非常欣慰的一点 就是说尤其是随着我 越来越长大了之后 我们俩其实能保证 有效的交流时间 其实越来越多 虽然我妈可能在工作上 也没有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她也没有非常高的学历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跟她聊一聊 虽然她可能不能给我一些 非常实际性的一些建议 但是跟她聊的时候 我就能发现我的思路 包括我的未来 好像感觉就明朗了很多 其实义菲我对你 还要选择去非洲的一所学校读书 还很好奇 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做出的决定 我申请这个学校叫做世界联合学院 它在世界上也有17所小区 我爸妈妈意思就是说你申请没有问题 对你去申请这个学校 但是当我收到offer之后 收到录取通知 是在非洲之后 我妈有点心疼了 不是心疼 是真的担心 第三个学院才是非洲 结果就录在非洲了 她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所以当时录了以后 我说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 我说这个地方毕竟 我觉得不是很放心 治安各方面 生活习惯各方面都那个 她当时就是苦口婆心跟我讲 说你好好斟酌 说你到底要不要去 你妈真不简单 她到这个时候还是说你好好斟酌 她都没说绝对不许去 因为如果我不去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申请大学 我妈就可以去上大学了 后来又是因为一个契机 我和我们学校一个外教 她是来自肯尼亚的 她和我关系非常好 我就是向她征求了一下建议 然后她问我的一个问题 说你了解非洲吗 我说我不懂 这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 然后她说 那你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不能只是道听途说 她的各种数据 各种新闻 不能道听途说 我才真正坚定了 我应该要去 这个时候我妈她也 就没说什么了 我跟我父母就是 也挺注重 就是相互聊天这一方面 但是就可能方式不太一样 我跟我母亲聊 一般就是会聊我自己 就是聊我将来怎么样 我将来有什么规划 有什么建议 跟我父亲聊天 一般是聊他们 聊我的父母 他们过去的事情 他们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父母 用了一种非常智慧的方法 和你相处 智慧的父母 怎么样能够让孩子 跟他讲自己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首先愿意 跟孩子讲他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 我自己在工作中 遇到了烦恼 人际关系遇到了烦恼 我回来都会跟我儿子聊一聊 我听听他的意见 这个过程不在于 他给我出主意 而在于我向他开放了 自己的故事之后 他向我开放故事的几率 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这个时候 我想对他的进行的影响 和干预也就形成了 他们两位同学 都还是挺自主的 大事小事上的选择 基本上还是遵从 他们自己的内心 这种需求的 对 那作为父母来说 可能多半就没有 像他们这么优秀的孩子了 我们父母应该怎么样 去发掘孩子的那种天性 很好地去引导 很好地去陪伴他们 我觉得不是因为孩子优秀 而给他独立自主 而是因为培养了 他的独立自主之后 他的优秀慢慢地战朗出来 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始终是一个辅助者 能够给予他一些好的支撑 然后能够尊重他的意见 特别是在他有一些话题 没有办法和外面的人 进行讨论交流探讨的时候 父母能够陪伴在旁边 进行讨论交流探讨 哪怕没有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人格的力量 人格的成长 孩子进入青春期 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 他们渴望被理解 渴望被尊重 可是家长真的懂孩子吗 他们愿意接受孩子们 展现出来的个性吗 大概初一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有一种反抗了 就刚刚说白了 就是根本就不跟我们交流了 包括他妈 他妈如果一跟他说 他就大妈闭嘴 在这儿五六年级了 就可能会比较烦我爸妈妈了 你生日只要跟他玩就行了 我说的是吃饭 你还管我什么时间是吗 我想管他 台义蒙小时候还是 就是给我们那种小鸟一人 很让我们觉得那种恋爱的 因为现在可能是他的逆反期 反衬着就会想起 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我难过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快的吧 然后自己也想回到当时 自己特别小的时候 相对来说蒙蒙就挺可怜的 他在13岁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父母没有懂他 不但是父母不懂他 是不是还在伤害他 而且父母一直误以为自己看懂了他 他归结蒙蒙到现在 就不爱跟他们说话 爸爸归结说就是叛逆 到了叛逆期了 妈妈归结就是 现在大多数时间就是一个孩子 对他的心态重了 他们最后就是归结于孩子 自我中心主义 其实我觉得是和交流不足有关的 蒙蒙的这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个 很大的出发点 就是他的妹妹在出生之前 父母没有跟他进行一次 良好的读通 真正地正在他的同意 这么多年下来了 其实这个心结一直没有打开 其实我的孩子也是00后 只是比你们小两岁而已 那作为妈妈 我就特别地希望能够了解 00后的孩子们 现在都青春期了嘛 他们有什么样的交流方式 有的事情 父母就是可能 前一位人看没区别 但是在我们看来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比如说电子竞技和打游戏 有区别吗 再比如说我想当游戏主播 我想当电子竞技职业选手 有区别吗 那听起来后者高端一点 有区别 我觉得他们三个就类似于 我喜欢打篮球 我想成为职业篮球选手 我想当篮球解说人员 你喜欢打游戏 你想做个游戏主播 即使在我们的眼中 就是我们可能也觉得 就是那仅仅是 你这个人比较贪玩 但是如果一个人很严肃地说 他说 我想就是当一个职业的电子经济选手 那么他展现出来的尊重 包括我们展现出来 对他尊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儿子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有文字有拼音 然后他说 他想当一个电子经济选手 但他说只有小学 后来我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他喜欢打射击游戏和格斗游戏 然后我陪他打了一盘铁拳 然后他几乎每一局都输给我 后来我告诉他 我认真地查了铁拳里面的 每个动作的帧数表 我是用帧数强于他的动作 反复地克制着帧数弱于我的动作 所以如果没有看帧数表的话 他是永远打不过我的 然后我说 如果你要成为职业竞技选手的话 这个密密麻麻的帧数表 你先去熟悉一下 然后你再来玩 这个时候这个游戏 完全成为一个特别枯燥的工作 他后来就放弃了 刚才我觉得龙岩提出的这个话题 真的还是蛮具有社会的普遍性的 他也让我们反省怎么样去面对 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而且是新生职业 新生事务 对 措数不及 对 那我现在就特别想问问两位同学 你们现在就是青春期了 你们希望父母怎么样的去跟你们相处 会让你们觉得舒服 我觉得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效沟通前提是理性 就我记得也就是上个星期吧 我们家马桶坏了 然后我和我妈 因为我们家里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里就只有两个人 这个马桶既然不是我弄坏了 那就是你弄坏的 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他刚刚说这个沟通吗 然后我就想起来刘豫在他的书里面 他说就是要把你的沟通对象 看作有刚才他提到有理性能力 还有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 很多父母觉得用心良苦 但他是这种 就是你看我这边有一包糖 糖很好吃 并且他后面还有标签 你看他写着富含维生素ABCDEF 你吃啊你吃你为什么不吃呢 其实要做的就是问问 就是你想吃什么糖 你想要什么口味 有的时候人在和别人制造冲突 或者发泄情绪的时候 他的情绪的发泄方式 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如果具备这样的眼光的话 好多问题可以很快地加以解决 然后比如说那个萌萌的父母 比如说他没眼镜的时候 他说他买的那款眼镜 他爸爸非常不能理解 这样显眼镜大你知道吗 显得脸特别大 他非得要这个大过大一个 你不懂我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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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你眼睛最漂亮 对 真聪明 什么是处啊 就孩子说的很多语言当中 他其实是很希望你来追问的 我越不理你 我内心深处 越是想要这种异常的 反常的行为 让你去好好问问别人 有没有什么解释 让你来了解我 眼下 00后的家长大多数是 70后 80后 他们在典型的中式教养环境中长大 却又受到了各种新的教育方式的冲击 因此 这一代家长反思多 压力大 这些压力会因为爱的牵绊 不由自主地转嫁到孩子身上 那么什么才是爱的本意呢 那我作为一个妈妈 来说一下我对爱的感受吧 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 自己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一切 并且能够甘之如頤 这是我对孩子的爱 那现在呢 我会觉得 我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后站在可能一米开外的地方 去注视着孩子 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他想要什么 我父母说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家是讲感情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说 父母不能就是说极端 而是应该去 就是说随着孩子的心理变化 以及成长变化 而父母自己也要相应地 做出自己就是说 和与孩子相处方式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爱 有很多内涵 但是今天这个讨论的主题下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 父母要学会把权力 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因为父母对于子女 是天然而有他的权威 绝对的优势的 刚才一飞说 大家要理性地去探讨 其实我想隐含而止的就是 父母先不要在和孩子 争论一个话题的时候 被情绪所淹没 每当和孩子之间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或者想要生气的时候 想一想 如果你能把权威 收起来一点的话 那么你的亲子关系 会走得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